这正一个玩意儿了 一千三哪 看见没有 路勇 路边 延伸 过来之后你感觉身体 是中吗 对有啊 我现在体格刚刚多硬实 干活二多岁都不好吃 这位大姨还挺会养生 下地干活全靠身体硬生 家里摆满了各种药酒 小卓一杯精神体力都有 但现在就是缺个老伴 每天一个人孤单难办 所以就上节目来相信 开口就让主持人吃惊 一根路便画一千三 这 可让小红娘心发慌 至于大爷相亲结果会怎样 咱们继续往下看 大爷今年方龄69岁 下地干活啥都会 年近七学还中了七赏地 直言身体硬了 毫不费力 有的人不清楚一赏的是多少 要知道一赏那可等于15亩 中这七赏地 年轻人都不好搞 来看看他今年的收获 满满几仓库全是苞米 靠中地年入十多万 那可不能比 随后大爷又告诉我们一个小秘密 我这赏地又不送 包出去 今天是一赏地 八千 七八你五万六 包出去我干 这个策略都是五万六块钱 不包出去你非得自己种 自己种得对我十五多万 像这个不对十五多万 租出去 才五六万 那还不如自己干 咱又不是没这条件 每天要酒一喝 年轻人都得喊自己小哥 原来大爷是在这凡尔赛 吹捧自己那是毫不见外 随后大爷来介绍他的养生秘方 小红娘一看心却有点发慌 买个这么一花一千三 看来大爷还是有点实力 可小红娘觉得这也太奢侈 看咱大爷这态度 花点小钱保养身体 干啥都不能亏待自己 随后小红娘问大叔年收入 大爷直言这种地就有十万 三十多万外债利息能有三万 这么大把年纪还年入十多万 这让我们这群年轻人很难看 年纪的再跟吧 加油的又五六五 五十个 大爷这存款都五六十万 缺的老伴就让他很难办 随后大说出自己的条件 我一看我这钱也够用了 找个伴 做点饭 要能给我赔得死 要楼给武术给他治个楼 不要楼要钱 我给他十万块钱 我有这个思想 不耍人 我实时会赢 看这条件老伴应该不难找 紧接着小红娘 又往女方家跑 这位大妈今年六十四岁 月入三千虽然是不贵 可她家务活 还是挺会 跟咱们大爷还是很相配 大妈说出自己的基本情况 老伴并是让她有点难办 家里卖房治病花了二十万 现在还有四万 外债还不上 由于不想给女儿添负担 所以现在去干帮母还债 可一个人又孤零零不像样 然后就想找个老伴 让晚年生活不是那么难看 大妈择偶第一要求 必须能替自己还债 可相亲就提前不是很见外 大妈却感觉丝毫不奇怪 仍坚持自己的条件 唯独这点不能改变 随后小红娘带着大妈来到大爷家 大爷一见面就直呼顶呱呱 看她俩着笑的甜蜜蜜 两人见面都感觉还挺满意 随后大妈询问大爷基本情况 听到大爷还种地似乎有点嫌弃 毕竟到这么一大把年纪 随后大爷说出自己存款60万 可大妈却依旧看不上 随后大妈说出自己的条件 帮她还债你看方不方便 毕竟还有4万外债没还上 大爷一听这有点不像样 想了一下后也感觉合情合理 毕竟找老伴也是为了自己 但是有一个条件 先处个几年再看 不然给了前人跑了也不像样 可此时的大妈却不干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可能 那不得大努力 你都借清楚钱 你说大哥比如说要借你钱 我的五年以后再还 那能是弄事 可大叔觉得直接给钱就不妥 要是被骗婚 那可就没结果 最后两人由于钱财问题 没想上 这可让小红娘很难办 最终两人相亲失败 希望大家不要互相伤害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发点 看来相亲也不能只看脸 呀 感谢观看